1號戒備訊號,現證生效 今日下午熱帶氣旋小犬已經減弱為颱風 在下午午時,小犬集結在香港以東約580公里 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,橫過台灣海峽 按照現時預測路徑,小犬會在今晚到明早 與本港保持約4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 本港保片吹強風的機會不大 1號戒備訊號會至少維持到明天中午 隨著小犬逐漸靠近廣東東部沿岸 該區風力會在明天下午逐漸增強 天文台會考慮在明晚到星期六上午 改發3號強風訊號 受東北季後風影響,小犬在廣東東部沿岸海域 會稍微減弱,但會逐步靠近珠江口一帶 到時會否發出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要視乎小犬接近珠江口時的強度和與珠江口的距離 受小犬影響,預計本港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罩雨 大家要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氣消息了 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會是 晚間大智多雲,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酷熱和乾燥 稍後有一兩陣趙雨 吹和緩至清淨偏北風 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 海面會有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我們展望隨後兩三日風勢較大和有趙雨 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,天氣較良 下週中期天色漸轉明朗